为什么一部08年的恋爱番 能被无数观众称为校园题材的天花板 为何有那么一句龙虎一生腿 不敢妄言所有看过的人都会说好 但却有太多人因为缓慢的剧情展开 而错过了这部精彩的神作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这次你能耐心的听我说完 因为遗传父亲凶恶眼神的高徐龙恶 一直都被身边人当成不良少年 但实际上他连跟别人吵架都没有过 龙恶十分讨厌自己的长相 可妈妈每次看到龙恶那锋利的眼神 都会忍不住夸赞 太帅了 过失的爸爸什么都没留下 龙恶的模样或许也就是留给妈妈最后的慰藉吧 新学期到来 因为分班的缘故 龙恶又要从解开同学误会开始 在学校与龙恶齐名的恶霸是一个女生 名叫冯版大和 别看他只有1米43的身高 但只要被他盯上的人就会被死咬不放 名字中的大和因为日语谐音是老虎 所以被人称为长中老虎 龙恶无意中撞到了大和 结果却被大和一拳打倒 半期的同学这才知道 龙恶只是外表凶狠 其实并不是混混的真相 难道大和竟喜欢这龙恶的好友北村 因为搞错了座位 将写给北村的情书塞到了龙恶的书包 于是在深夜 大和提着木刀闯进了龙恶家中灭口 也看大和不想再开玩笑 龙恶港风大汉那封情书是空的 这才躲过一劫 因为大和的粗心大意 导致兴奋根本没有方内龙 但龙恶也成了唯一知道大和秘密的人 为了消除大和的羞耻感 龙恶将自己喜欢同伴同学 实难地的事说了出来 情书什么的根本就不丢人 眼看妈妈马上就要下班回家 为了让大和早点离开 龙恶答应大和以后什么事都会帮他 会像狗一样忠诚 会对他为民适从 次日清晨 龙恶就接到大和的电话 直到这时 龙恶才发现 大和家就在他们旁边的高级公寓 龙恶大的屋子 就只有大和一人居住 父母离异 各自都在忙着组建新的家庭 与他们之间的联系 似乎就只有那按时到账的生活费 完全不为家务的大和 把整个公寓弄得一团糟 有强迫症和结肥的龙恶 忍不住把里里里外外都打扫一遍 从这之后 大和便开始每天都来龙恶家蹭饭 两人一起上下课 重点是他们可以互相帮助 因为石乃黎是大和唯一的好友 只要龙恶好好撮合大和与北村 那么大和也会知道机会 撮合他们 可随着两人的接触 语发频繁 甚至有人爆料 龙恶与大和一起从公寓走出 这些丢言蜚语 全部传到了石乃黎耳中 他把龙恶和大和交到天台 祝福龙恶 一定一定要珍惜大和 要替他照顾好大和 北村也在一旁 复合祝福 两人各自爱恋的对象 都误会了 这让他们彼此都很痛苦 明明都如此烦恼了 可却没有人能理解 父母也好 朋友也罢 那些路人更是过分 但大和对此 却也无能为力 只能将不满对的电线杆发泄 龙恶陪着他一起疯狂 在情绪稳定之后 大和决定在明天 要跟北村告白 让所有误会都结束在明天 到时候他与龙恶的主仆关系 也会随之结束 隔天清晨 大和没有再过来家里蹭饭 妈妈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习惯性地做了大和的份 等龙恶到学校遇见大和 对方却变得有些冷漠 连招呼都不打 就离开了 不明所有的龙恶来到教室 同伴同学着急地向龙恶道歉 原来 大和就在刚刚 已经跟同学们解释了误会 龙恶根本不在乎 同学们怎么去看他 反倒是有些在意大和的 告白结果如何 阴差阳错下 他终于见到大和的告白现场 然后面对大和直白地说出 我喜欢你 北村却委婉地拒绝 并声称两年之后 肯定会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看到表白被拒而失神的大和 龙恶知道他一定需要安慰 可大和却不愿意让他人 再误会龙恶 觉得这样会给龙恶添麻烦 反正龙恶也不是他的狗了 可龙恶却没办法丢下大和不管 他是龙而不是狗 自古以来 人与虎并肩的也就只有龙恶 所以他更要留在大和身边 因为性格缘故 大和一直以来都没有什么朋友 能被人如此安慰 在冰冷的心都会被暖化 没有过多的傲娇 他的龙恶继续给他做饭 并且要继续帮他追到北村 这种程度还不能让大和放弃北村 龙恶也一样 他还是喜欢着史乃迪 只要找到机会 一定要鼓起勇气告白 或许是为了感谢龙恶的安慰 带着龙恶来到一家餐厅吃饭 因为这是史乃迪打工的地方 他是一个打工狂魔 神仙树植 肩下的时间几乎都拥在打工上 用他的话来说 人活着就需要勤劳过日 看着如此阳光活跃的少女 龙恶的魂都快被勾走了 自从知道史乃迪兼职了餐厅后 一到周末 龙恶继拉的大和去餐厅吃饭 不过途中 却碰到在居酒屋兼职的史乃迪 因为休息日缺人寿 龙恶连忙自告奋勇 一切能和史乃迪接触的机会 都不能放过 龙恶和史乃迪来到仓库寻找烧酒 却被糊涂店长 无以为仓库没人给锁伤了 史乃迪提议 可以唱歌来吸引外面人的注意 男儿嗓子都哑了 也没人注意到他们 即便如此 史乃迪依旧积极乐观 可龙恶从他颤抖的时候 察觉到他在害怕 被踩钻的史乃迪也不觉得丢人 他认为反正害怕也没用 不如把乱落打飞掉 或许 这就是自己喜欢史乃迪的原因 他总是这样精神满满 男儿劲强的外表下 只有他自己知道 需要付出多少努力 龙恶有些心疼 却不知道该如何安慰 史乃迪的干劲 感叹了龙恶 他们发现仓库的窗户 或许可以当成讨证通道 可当龙恶好不容易爬到窗口 却看到大和不怀好意地对着他笑 随后就被他扑倒 狠狠摔下 龙恶没有利用这次独处 告白史乃迪 所以只能继续寻找机会 有天他在大和家中收拾 翻到了一本相册 里面全是北村的照片 因为大和不会拍照 所以全是模糊的不成样子 龙恶不能吐槽 于是答应帮他偷拍北村 再看到龙恶拍下的高清照片 大和一脸画吃 龙恶让大和选几张喜欢的照片 自己可以帮他速封起来永久保存 但选来选去 却觉得有些心烦 甚至到最后 干脆不选了 直接到龙恶替他做决定 结果 这些照片被北村发现 龙恶这才吃掉 原来北村也有着大和的照片 是当时喜欢大和收藏的 原来北村在之前跟大和告白过 他被大和那毫不掩盖怒火 且直爽的性格迷上了 突如其来的告白 让大和吓得一跳 他没有任何思考地直接拒绝 可在后来 北村的告白却一直回之不去 大和只在发现 自己不知不觉中 竟喜欢上了北村 之所以会偷拍北村 是想找到当时 北村想自己告白时 脸上的那个表情 可在那么多照片上 却找不到一张 大和没有发现 北村已经不是当初喜欢自己 向自己表白的那个北村了 而他或许也并不是爱北村 只是因为一直以来的性格 使他需要被爱 其实被大和拒绝后 北村一直都有在观察大和 他发现大和与龙恶在一起的时候 表情变得特别有趣 与他当时喜欢大和的时候 完全不同 虽然不能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 但看到大和能和龙恶 相处得这么好 他也就放心了 毕竟一直以来 龙恶的身边也没有什么朋友 又是新的周末 龙恶依旧带的大和 来到史奈里打工的餐厅 结果因为史奈里休假而没见到 感到无比的失望 不过 他们却遇到北村 恶大的青梅竹马 传导亚美 身为当红模特的亚美 自然是被身边人捧在手心上 演员的自我修养 使他看起来对人都很好 但有两面性格的他 实际上是一个骄纵腹黑的少女 北村作为他的青梅竹马 其实并不讨厌这样的亚美 然而他希望亚美可以不去伪装自己 不想让他继续撒谎 用真正的样子去接触身边人 然后被人喜欢 哪怕因为腹黑骄纵的性格被人讨厌 亚美也会接受吧 果然伪装起来的亚美 看起来是那么的纯真 连龙儿都被他的伪装迷得神魂颠倒 北村为了让龙儿看清亚美的真面目 拉着他躲在角落偷看 此刻的亚美宛如变了一个人 现前温农的模样当然无存 看到大和无视他的样子 亚美便开始嘲笑大和的身高 更是把龙儿误会成他的男友 觉得自己想抢走龙儿情而易举 嘀嘀不休的刻薄言语 让大和最终的无可忍的闪了他 并顺便打死了一只蚊子 气氛烘托到了这一步 北村也只能赶紧出去解围带走亚美 隔天学校便新来了一位转校生 这人就是穿到亚美 因为龙罗伦心的技巧非常熟练 他的出现很快就成了同学们的焦点 虽然知道这不是亚美的真面目 可龙儿不得不佩服 亚美真的很厉害 后来亚美找到龙儿 希望他可以对昨天和大和吵架的事保密 然而在放学时 亚美却偶遇大和 他没有丝毫愧愧疚 反而依旧言语刻薄 甚至私自告诉大和 北村对大和在餐厅的行为很失望 这句话让大和大惊失色 被喜欢的人讨厌 他该怎么办呢 不知所措的他把自己藏在被子里 直到龙儿做好饭后 发现大和没有来 于是便去他家找他 得知了前因后果的龙儿觉得有些好笑 因为亚美不知道北村 其实早就知道他的为人 所以北村才不会随便详心亚美的鬼话 得知真相的大和重新回复活力 开开心心的 跟着龙儿去超市采购 结果就在杂志上看到亚美因为学业 需要暂时停止工作的消息 龙儿和大和都不理解 他们的学校有那么大的价值 让他停业吗 后来在某天放学时 亚美突然跑来龙儿身边紧紧握着他 原来是身后有一个跟踪狂在尾随他 一直到亚美不是在挑衅自己的大和 也在这时放下了仇恨 将亚美带回了自己的公寓 但他还是要稍微惩罚一下亚美 在大和家中六小时的亚美 被大和强迫扮演各种角色 否则就要把他丢出家门 其实停工转校上学并不是亚美想要的生活 他美好的未来全被那个跟踪狂给毁了 他特别害怕跟踪狂的尾随偷拍 以至于在搬家甚至放弃工作来到这里 因为一个毫不相干的人而打乱的人生 亚美虽然不甘心 却也无可奈何 这是亚美第一次跟龙儿谈入心扉 男儿救赎亚美的人不止龙儿 还有与他不对付的大和 因为跟踪狂觉得大和很像可爱的迷你版妖怪 于是对着他一同乱照 结果了大和不爽 拿着手上的垃圾袋穷罪不舍 这一幕对亚美的打击特别大 为什么大和不害怕变态跟踪狂 自己的人生可是被他搞得乱七八糟 想到之前龙儿对自己说过不要再掩饰自己 亚美才不会输给跟踪狂和大和 他像是受到了某种刺激一样 突然朝着跟踪狂飞奔而去 其速度让大和都惊叹不已 在追上跟踪狂后 亚美暴力地踩碎了他的相机 这跟平时在荧幕上看到的亚美完全不同 跟踪狂一时间被吓得不敢反抗 最后更是落荒而逃 所有亚美瘫坐在地 他终于坐到了 不在人前伪装自己 事后龙儿带着亚美回到家里休息 他有些感慨大和这样自以为是 做事乱七八糟的人 竟然还有龙儿这样的朋友陪着 如果自己也把真正的样子展示出来 龙儿会喜欢吗 真要说不心动估计是假的吧 但龙儿根本分不清现在的亚美 到底是什么情况 不过突然出现的大和 已经在心中默认了龙儿是色狗的事实 很显然他误会了 可现在有一件事让他头疼不移 因为夏天来了 所以学校开放了泳池 是因为模特的亚美 不管穿上哪种泳衣 都显得量力无比 反观大和因为贫胸 和身高的原因 害怕被亚美嘲笑的他便十分纠结 为了帮助大和 龙儿熬夜缝了两个凶垫送给大和 再看到镜子前有凶的模样 大和竟说出 在出嫁的时候也要太折 果然有了凶垫的帮助 亚美找不到嘲笑大和的机会 就连喜欢的北村也带夸大和可爱 后来大家越玩越开心 亚美也调皮地把大和扔进了水中 结果才发现大和竟然不会游泳 他离忙去找老师求救 龙儿先行一步跳进泳池救援 可大和就不愿意陪合 因为他的胸垫掉了 不想被人发现 你看老师和同学就要赶过来了 龙儿只能将大和拖入水中 随后直接将胸垫塞入大和泳翼 一瞬间的肌肤接触 以至于到放学 大和都还在生气 虽然亚美也来道歉了 但跟大和一直不对付的他 态度自然不会太真诚 甚至还以大和不为游泳为由 只要请龙儿去他的海边别墅度假 大和不想龙儿去 就在两人准备又要吵起来时 史乃迪却打断了两人 表示用运动难以决胜负把 找亚美赢了大和 那么龙儿就得跟他去海边度假 于是两人在一周后约定比赛游泳 虽然这不是自己擅长的 不过大和还是不甘示弱 纳着龙儿在泳池平民训练 不过因为下雨的缘故 训练只能暂时终止 可大和却还想继续 龙儿不理解为什么大和会这么努力 是因为不想辜负 北村送给他的泳池入场券吗 还是想让亚美大吃一惊 又或者是自己去度假 就没人给他做饭了 龙儿觉得其实就算输了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反正他会先做好放在冰箱 也会想办法让北村不要跟我去 听了龙儿这些话 大和突然生气了 他最讨厌别人猜测自己内心的想法 却还摆出一副 什么都知道的样子 因为就连他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而且龙儿拿从一开始 其实就想去亚美别墅吧 养人最后不欢而散 等到晚上 龙儿妈妈得是养人吵架的事 宽慰龙儿 大和总是口是心非 他怎么可能真的对龙儿的事无所谓呢 虽然还是搞不清楚大和生气的具体原因 但可以确定的是 大和是在乎自己的 所以他在次日带着饭和找到大和道歉 并表示他是真心希望大和能赢的比赛 虽然还是有些不爽 但便当是无辜的 更何况还全都是楼的便当 很快游泳比赛如期举行 可大和却没有准时赴约 就算所有人都以为大和弃权时 他带着装备出现了 甚至少声吹响 大和没有按套路出牌 限制用装备砸将亚美 更是在水中将他容易撤掉 争取到大量时间的他 以为生犬在握 结果却在返程的时候脚抽筋了 龙儿担心他连忙下水查看 却被大和怒斥赶紧放手 他这个主人可是为了龙儿这条狗在努力 听到这句话的龙儿 一瞬间全懂了 大和为什么生气 原来也是因为自己 在玩木松大和前进的时候 有人在池边推桑 意外掉入泳池杂晕了龙儿 老师的同学赶紧送去义务室 可大和却放弃了比赛 趴在龙儿身上大喊着 龙儿是我的 谁都不许碰 那撕心裂肺的孤生响彻了整片泳池 想要龙儿并无大碍 但比赛输了就是输了 龙儿必须跟亚美去别墅度假 大和要求自己也要跟着去 理由是作为主人 有义务监督龙儿的责任 于是最后演变成龙儿一行人 极低去海边度假 到这个时候了 大和与龙儿都还没有注意到 彼此内心的情感 这是有人以上也能未满吗 请你大发慈悲 嫁给我吧 龙儿梦到自己向大和求婚 而大和认为 既然龙儿都这样说了 那就嫁给他吧 还给龙儿生了一堆狗宝宝 早上起来发现大和也做了同样的梦 两人一致认为这是最糟糕的梦 为了不让梦成真 他们必须加快脚步 帮助对方追到梦中情人 大和知道石乃黎害怕恐怖故事和灵异 所以他计划要把石乃黎吓个半死 然后由龙儿来整出掉落深渊的石乃黎 虽然这个方法老套 但说不定真有效果 所以在去海边度假的途中 大和就开始给石乃黎 收听有关各种灵异的声音 作为回报 龙儿也是不放过任何撮合大和与北村的机会 在北村邀请龙儿去买东西的时候 他立刻把机会让给大和 后来龙儿好不容易找到了与石乃黎独处的机会 仰望着星空环顾四周 眼下不是最佳的告白场所吗 龙儿鼓起勇气询问石乃黎有男朋友吗 石乃黎没有马上回答 而是反问龙儿有没有见过幽灵 他相信世上是有幽灵存在的 但是却没有实际见到过 也完全不相信见过幽灵的人说的话 所以他相信总有一天会坠入爱河 会走入婚姻的殿堂并获得幸福 可是到现在却还没有和别人产生过这种感觉 那些地所当然般恋爱的人 对他来说是那么的遥远 就像幽灵一样 因为看不到都快要放弃了 所以石乃黎的回答是没有拦忧 对于这个回答龙儿有些高兴 但他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而是告诉石乃黎 或许有着希望被他发现的幽灵 让他千万不要放弃 大鹅嘴的告白 最后还是以这样委婉的形式传达 但石乃黎似乎并没有接受到 等到深夜 大鹅肚子饿了 让龙儿作坊夜宵 两人在一起总结今天的收获 大鹅之间总觉得 如果一整天都跟北村在一起 那是多么的幸福 可当梦想成真后 却发现会因为太紧张 感到快要死掉 跟龙儿在一起 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或许那个梦其实并不糟糕 这句话龙儿没有听清 大鹅也没有重复 而是就这样分开 回房休息 在这两人房间 都出现了奇异现象 龙儿床上 沾满了凉乎乎的液体 大鹅的床上 放着石大大的裙子 两人不确定 是不是伙伴搞的鬼 受到惊吓的他们 只要在客厅度过一夜 这也当他们有些犹豫 还要不要继续吓唬石乃迪 北村听到他们的坏点子 觉得这样会不会不好 那大家就解释 这是给石乃迪的惊喜 没想到北村却要求加入 甚至还拉了亚美路火 在万事俱备后 一行人拉着石乃迪 来到洞穴口 阴暗的环境 总是让人有些许的害怕 可北村布置的机关 实在太幼稚了 石乃迪全程没有惊吓 就令亚美觉得有些无聊 打算从进到回家 不过龙儿担心 他一点会有危险 于是跟了上去 亚美其实早就看出了龙儿 对石乃迪的情感 但觉得两人并不合适 因为龙儿是月亮 而石乃迪则是太阳 留在他身边 只会被燃烧殆尽 龙儿怕石乃迪看得太重了 这样的感情 是不会有结果的 突然洞穴 传在石乃迪的尖叫 等重轮会合后才发现 石乃迪竟然不见了 在这个节骨验 两个手电筒 刚好一个坏掉 北村着急地带着完好的手电筒 朝着声音的源头奔去 所有也传出北村的尖叫 三人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 大鹅不顾一切 朝着声音的源头狂奔而去 结果却被热水坑绊倒 北村和石乃迪这台突然出现 因为他们成功吓到了三人 原来石乃迪早就发现了 大鹅与龙儿想吓唬他 于是便和北村串通来反道路 其实石乃迪并不害怕幽灵 反而还有点喜欢 之所以会对外宣称害怕的淫逸 是因为这样 就会有人来吓唬自己 等到晚上大伙儿一起放樱花时 石乃迪却很认真地询问龙儿 为什么要吓唬自己 因为在他印象中 龙儿并不会做别人讨厌的事情 而是一直都在考虑如何 让别人开心 龙儿回答想让他相信幽灵的存在 只因为暂时看不到就放弃 还言之上早 龙儿没有说出 自己就是想被他发现的幽灵 和海边度假在今晚过后也将结束 大鹅与龙儿都没有把自己的情感 传递给所喜欢的人 等开学后 龙儿因为一直不接父亲电话 所以父亲暂停了他的生活费 要求跟他见面详谈 但大鹅对父亲似乎很有怨言 于是最后演变成 龙儿代替大鹅跟他父亲见面 大鹅父亲表示很想念大鹅 之前因为再婚对象的原因 两人发生了很多误会 最后变成了要么大鹅离开 要么再婚对象离开 不过近期他马上就要和再婚对象分手 所以希望大鹅可以重新回到他的身边 然而大鹅得知这个消息时 却并不激动 从小就没有办法的龙儿 觉得大鹅有些不知好歹 但大鹅就让他不要多管闲事 此次放学时 父亲经在大鹅公寓门口等着他 但大鹅却不愿意跟他交谈 龙儿拦住大鹅 让他不要再一起用事 说到最后 龙儿的情绪变得有些上头 他认为大鹅也想跟父亲回家吧 只是爱因某些误会没有解开 他的父亲可是永远回不来了 说完这句话 龙儿才意识到自己确实多管闲事了 他把自己私心 强强到了大鹅身上 但龙儿还想再说什么 却被大鹅阻止了 他答应龙儿跟父亲好好谈谈 看着父女拥抱的场景 龙儿虽然羡慕 但也真的替大鹅感到高兴 从这之后 父女的关系日渐好转 不久后 学校就要举行文化祭 即便工作繁忙 父亲也答应大鹅回来参观 为了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父亲 大鹅主动请求亚美 跟他互换演出角色 史乃迪这时才得知 大鹅与父亲见面的消息 他要赶紧阻止大鹅越陷越深 龙儿不理解史乃迪 为什么要阻止父女两和号 两人因为这件事而大吵起来 等到晚上 龙儿才听妈妈说起 大鹅好像要搬家了 妈妈觉得大鹅父亲有些擅自主张 突然出现就要去改变大鹅的生活 就连妈妈也不看好大鹅父亲 为什么所有人都这样 等到文化祭这天 大鹅的演出非常顺利 可父亲的身影却迟迟没有出现 龙儿相信那个男人一定是有事耽误 但最终肯定会赴约的 直到他收到大鹅父亲的短信 表示工作繁忙不会过来了 另外说要跟他一起生活的事 就当没有说过吧 几句话便轻描淡写的将这次重逢 给彻底抹除 甚至连主动跟女儿告别的勇气都没有 这样的父亲真的糟糕透了 想到大鹅在演出前 一直拿着手机期待的模样 龙儿才知道 大鹅为了自己强行 再相信父亲一次 是多么错误的选择 他一定一定会更加难过 眼看大鹅穿着白色淋漪群上场 主持按照原先的台词 邀请大鹅父亲上台 现场死一半的寂静 大鹅所有的期待 也在这时彻底破碎 不过现场就有两个掌声响起 随着龙儿与史乃利拼命的鼓掌 受到鼓舞的众人也纷纷加入 为了回应龙儿他们 大鹅整理好情绪 会复得大家口中 掌中老虎该有的样子 军备大赛的冠军 也毫无疑问 废大鹅莫属 学生委会长在这时候出现 临时添加一个比赛 所有男生在操掌赛跑 第一名可以替学妹冠军 带上皇冠 并邀请跳舞的资格 为了亲自给大鹅道歉 龙儿拼尽全力 也想夺得这次机会 此刻的他就像超人一般 不过最终还是被竞争者绊倒 史乃利为了帮他 用自己身体拦住其他人 不过龙儿却回头扶起史乃利 拿着他一起朝着终点奔去 让人给大鹅带上王冠 虽然又一次被父亲伤透了心 可看到伙伴们关心自己的模样 他还是释怀了 龙儿与史乃利的矛盾 也在夜晚的沟火晚会和解了 因为在一年前 大鹅的父亲也突然出现 随后突然消失 当时史乃利也像龙儿一样 希望妇女俩可以永远在一起 可最后的结果 就让史乃利很愧疚 所以看到龙儿不知情的样子 他仿佛看到了以前的自己 所以才会跟龙儿生气 其实史乃利特别在乎大鹅 所以他都有一些嫉妒龙儿 明眼能都能看出 他们两人之间虽然不是情侣 但也并不是一般的友情 不过这些烦恼 所有众人一起手拉手围着篝火 庆祝的属于他们的文化纪 也没有那么的烦恼 不过在不久之后 大鹅才知道 或许这辈子他永远也不可能住进北村的心里 因为他已经有了所爱之人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啊 喜欢的人竟然已经有了所爱之人 学生会马上就要换届了 身为副会长的北村 是最有机会上位的人 可他最近却浑浑噩噩 甚至主动弃权会长的竞争 不仅如此 作为学生代表 他竟然懒得一头黄发 身为北村的好友 龙儿他们全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老师也在奇怪 为什么北村会在一夜之间变化如此之大 生死在之后干脆不来上学了 龙儿很担心北村 于是跟史阮尼一起去北村家探望 可是北村却并不在家 等龙儿回到自己家中时 却看到了北村 尖等喜欢的人 大鹅变得格外的紧张 龙儿也很时趣的去准备晚饭 给两人制造独处的机会 大鹅不想知道北村为什么会堕落 因为不管他做什么决定 自己都会支持 三年玩游戏玩到深夜 大鹅发现北村似乎背着他们偷偷哭了 这也让大鹅意识到 光有支持根本不够 因为这样根本帮不了北村 在自己消沉的时候 北村总是对他伸出援手 能够看出了大鹅的焦虑 以天生的星星为例 那些看起来很近的星星 其实相距很远 就像他跟北村一样 想要从友人变成爱人 这段距离也是充满遥远 不过跟星星不同的是 只要足够喜欢 距离是可以缩短的 听完后 大鹅觉得说的也对 焦虑的情绪也逐渐变得晚和 次的龙儿妈妈带了懒发气 想要把北村的头发懒回去 突然北村想受到某种刺激 发疯似的跑出家中 随着念叨着 他才不会当学生会会长 后来龙儿从学生会成员口中 得知了北村变成这样的全部基因 原来北村之所以堕落 全是因为他喜欢的人 也就是先能学生会会长 兽也学姐 再下周就要去美国了 北村本来是想等当选学生会会长 再跟兽也学姐告白 可是他已经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自己会喜欢上兽也学姐 还是因为当时跟大鹅告白被拒后 会长一直无畏不至的安慰 甚至拉着北村读我学生会 从此之后北村的每一天 都过得特别快乐 龙儿本来是想揍北村一顿的 不过发现他已经被他爹打了 而且在得知了全部真相后 也多少有点理解北村 本来到嘴的话 却都咽了回去 再次得北村拦回了黑发 但今天已经是学生会竞选申请 最后一天 他依旧不想填鞋报名 直到受业学姐 把起始组的拿着申请书 砸向北村 并让他不要辜负身边的人的期望时 这个迷茫的少年 才似乎看到了方向 学姐表示自己会看看他 成为一个怎样的会长 可千万不要偷懒 被所爱之人认可 北村感到前所未有的鼓舞 在最后时间 感觉申请报名 最后结果自然是可喜可贺 北村成功当选会长 他在发表感言的时候 大胆地向受业学姐告白 不过就没有得到想要的答复 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 但所有人都听懂了婉拒的寓意 北村哭了 哭得特别伤心 龙儿找到受业学姐质问 为什么不正面回答 大河没有这么好的脾气 他拿起木制武士刀 向这个所谓的情敌发起挑战 大大大妈受业是个懦夫 连自己的内心都不敢正视 连拒绝的勇气都没有 赶来的龙儿和同学 连忙拉开二人 受业学姐却大喊道 你们什么都不懂 原来受业学姐太了解北村了 如果她接受了北村 那么她一定会毫不犹豫 跟随自己的步伐 但这却会让北村牺牲很多 学姐说的话都被身后的北村听到了 她深深鞠躬 感谢学姐的照顾 能喜欢上你 爱上你 真是太好了 知道自己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代替兽业大喊的内心 仿佛失去了什么 事后 同学们见到大喊打架师掉落的手册 在里面夹着一张北村的照片 所有人这才明白 大喊之所以跟兽业打架 原来是因为喜欢北村 史乃迪在得知这个消息 有些惊讶 亚美路过身边 轻声地说了一句 最恶感 消失了吗 原来亚美早就发现了 史乃迪的情感 她其实也喜欢着善良的龙儿 可因为大喊与龙儿传出了绯闻 以及养灵有些过于亲密的场面 那她有些不太确定俄伦的关系 她还怕自己如果告白龙儿 会让她失去大喊这个好友 不过现在知道大喊喜欢北村 她内心的作业感 似乎真的消失了 不过两人的关系 并没有因此大进 反而史乃迪开始可以躲着龙儿 就连万众期待的圣诞配对 也表示不想参加 在所有人都知道大喊喜欢北村后 开始帮忙的人 就不再只有龙儿 身边的同学都在想方设法 给两人知道机会 这种情况龙儿应该感到高兴 可是 她却只觉得有些失落 亚美觉得这可能是老父亲的心情 自己一直照顾的女孩 一下子被其他男人抢走 这种滋味很不好受吧 人我跟大喊 以及史乃迪三男的关系 看起来就像过家家游戏 各自都很清楚自己的角色 却又互不打烙 亚美认为最好在没有伤害彼此之前 让这个游戏停下 最后用只有自己才能听见的声音说 也对我重新定位吧 因为圣诞节要到了 大喊最近有些忙碌 小学就读于女子教会学校 必须要参加志愿者活动 主要是教那些没有受到恩惠的孩子玩耍 自从结识这些孩子后 大喊每年圣诞节都会以圣诞老人的名义 给这些孩子送一份礼物 主要是想告诉他们 还有人关心着他们 虽然这是一种自我满足 但其实也反映了大喊 相信有人在某处关心着他 在准备圣诞派对的时候 大喊带来自己最珍视的五角星 给圣诞树的顶端做装扮 在一切准备就绪 关上灯后共同欣赏 那闪烁光芒的圣诞树时 一颗棒球却突然击倒了圣诞树 大喊的五角星装饰也硬生破碎 而造成至少意外的始作勇者 竟然是大喊的好友 史乃莉 其他同学只能重新组装圣诞树 而史乃莉清楚这颗五角星 对大喊的重要性 十分自责匍匐在地 想要把它修复 史乃莉拒绝别人帮忙 但龙儿却说不是在帮她 这是她自己想做的事 两人和我把五角星重新粘合 虽然与之前想扎圣诞 但放在圣诞树顶端 依旧可以闪烁光芒 圣诞派对独机举行 所有人都玩无雀跃 在所有活动结束 开始自由行动时 龙儿却发现大喊不见了 从亚美口中得知 大喊已经离开了 原来史乃莉今晚 没有来参加派对 可大喊却为了她 独自一人来到史乃莉家 并撒谎告诉她 如果不去的话 龙儿绝对不会回家 剩下的就只能交给龙儿自己了 大喊并没有跟过去 或许如果可能 两人今晚真的在一起了 那么难过的人 会不会就是自己呢 一人待在昏暗的房间 虎子乱想 慢慢的 大喊竟然睡了过去 可作的窗户 传来一阵异想 有些害怕了她 拿着木刀去查看情况 结果却发现 一直穿着圣诞老人衣服的布偶熊 爬在窗户 大喊认为这就是圣诞老人 于是拿着她展示自己的圣诞树 还拿着布偶熊开心的转圈 直到布偶熊摔倒 大喊才栽掉完好的头套 并说出 谢谢你 龙儿 那些没有受到恩惠的孩子 还有大喊送礼物关心 可大喊却连她最亲爱的父亲 都将她抛弃 在这个节日 除了她 还有谁能关心 虽然很高兴龙儿能来 但史乃迪应该已经快到排队了 这是自己给龙儿准备的礼物 她让龙儿赶紧过去 陪伴的话 等追到史乃迪后 再一起庆祝 她赶索和龙儿 让她快点过去 等屋子重新剩下自己一人时 她发现自己 竟不自觉地流下眼泪 想要停下去 以后再也无法依存龙儿了吗 还是因为以后 不能再留在龙儿身边 明明是我先来的 大喊不要 她不想龙儿离开 只见她疯狂地冲出公寓 可龙儿的身影却已经消失了 大喊哭着喊着龙儿的名字 一遍一遍又一遍 难道这一幕 却全背一旁的史乃迪 看在眼中 她没有惊动大喊 而至少了学校出发 终于在校门口见到了龙儿 还没等她开口说什么 史乃迪便用委婉的方式拒绝了龙儿 这一天夜晚 三个人同时失恋 准确来说其实是四个 只是亚美从来没有被龙儿注视过 也从来没有感应到亚美的情感 所以几人的情感 到底该何去何从呢 自从大喊得知龙儿 没有追到史乃迪后 她便开始刻意与龙儿保持距离 把一切原因都围究在自己身上 是自己引起了史乃迪的误会 当对方认为自己更需要龙儿 所以才会主动退出 大喊让龙儿不要再管自己 全身心投入去搞定史乃迪 看到大喊为了自己那么努力 龙儿不想辜负 并且她总感觉史乃迪 即使是喜欢自己的 但至于为什么会拒绝 她将得到真正的答案 于是龙儿决定在休学旅行时 再度确认大喊的情感 而大喊现在跟北村在一起 也不会有紧张的感觉 因为在她的心里 已经确定了对龙儿的情感 所以对北村已经没了那种感情 不过同学们还不知道这些事 在他们眼中 大喊依旧喜欢着北村 以至于在休学旅行的时候 喜欢北村的女孩 因为不满都在作合北村和大喊 而跟同学吵了起来 这个误会就会越来越深 因为全场除了亚门以外 就只有史乃迪清楚 大喊根本不喜欢北村 而龙儿也在这件事后 从史乃迪口中明白 她不管怎样 都不会接受自己的心意 虽然能就不知道具体原因 但她刻意地想当作 什么事都没发生的样子 实在太明显了 龙儿失魂落魄的模样 被北村他们发现 几人这才知道 原来龙儿喜欢着史乃迪 并且已经被委婉拒绝了 他们偷着龙儿 想要去问史乃迪拒绝的原因 不过女生宿舍却没有人 突然大喊先回来了 吓得男生们赶紧躲进衣柜 但大喊还是发现了衣柜的动静 就要准备打开的时候 却被龙儿他们也拉入衣柜 原来女生们都在这时一起回来了 并且还在讨论 大喊与北村的事情 吉兰英女全都安静的八卦 唯多史乃迪安静地听着 这也让亚美实在看不下去了 她故意抖出圣诞夜 史乃迪拒绝的消息 不过真正原因还是 她似乎注意到了衣柜中 有人躲着 为了套出史乃迪的想法 亚美继续刻意地激怒史乃迪 表示原本以为 她对龙儿是有好感的 只是因为某份罪恶感 才拒绝龙儿 但现在看来 好像是讨厌龙儿 才拒绝她 史乃迪嘴硬的反驳 随便亚美怎么说 可她异常的情绪 已经彻底出卖了她 同学们看到气氛有些尴尬 于是离忙转移话题 等女生都出去后 男生们才从仪轨中出来 几个人都在心中产生疑问 为什么亚美要挑起争端 作为旁观者的她 是最清楚大赫 龙儿史乃迪三男的情感 不过 她本人也想入局 可却不敢随便解怒 生怕因为自己 而打破三男微妙的平衡 男儿在次日 却发生了一个意外 亚美跟史乃迪打了截 争斗中 大赫看见 送给史乃迪的发夹掉落了 于是独自一人跑去寻找 结果等大火反应过来时 大赫已经失踪了 夜晚暴雪肆虐 可大赫依旧没有任何消息 即便搜救队已经行动了 但龙儿他们还是无法放心 于是所有人都出去寻找 期间龙儿看到 掉在树上的发夹 这次自己圣诞节 没有送出去 结果落到大赫手上 最后来到史乃迪身上 知道大赫是为了找发夹 而失踪的 明明一直都在大赫身边 可却又一次 当他孤身一人 龙儿发誓 这次只要再抓到他 就绝对不会再放手 很快龙儿在发夹的不远处 发现了昏迷不醒的大赫 龙儿连忙背着他 皇祖所走去 或许是因为龙儿的体温 让大赫一时不清地醒来 使他将龙儿无人成了北尊 大赫表示自己学下的愿望 没有灵验 他想将一份情感全部抹足掉 只有这样才能变得更坚强 可不管如何 他还是喜欢龙儿 后来两年被救援队带回去 大赫的亲生母亲 也来旅行的地方 带走了他 从此之后 龙儿就联系不上大赫 上课睡觉的时候 还会梦到大赫而突然醒来 龙儿觉得还是提前跟北尊串通好 那他务必要承认 是他救了大赫 因为生路高三 所有学生们现在最关心的 自然是志愿连线 不过龙儿却一直在担心大赫 为何迟迟还不回来上学 是被母亲关起来了 还是自己不愿意回来呢 后来龙儿发现妈妈太子 为了给自己赚学费 又找了好几分零工 龙儿家境不好 所以成绩有意的他 打算放弃大学 一次来帮助妈妈赚钱补贴家用 可妈妈却说 他有办法可以解决 但所谓的办法 就是增加打工的份额 这让龙儿的内心更加自责 这时突然有人敲门 大概应该竟是遭思暮想的大赫 不过大赫并不是想见龙儿 只是因为手机没电 家里的钥匙又丢了 所以只能让龙儿家 从窗户翻过去 姐姐 他看到了那个法家 忍不住询问龙儿 跟史乃迪的进展 看龙儿没有回答 他也不再追问 而是提到自己遇谈的那天 似乎做了一个梦 梦中的他说了很多胡话 龙儿听懂了大赫 想表达的意思 他不确定是谁救了他 如果是龙儿的话 就把那天发生的事 当做一场梦吧 龙儿没有承认 而是告诉大赫 那天是北村救的他 得到回答的大赫之后 就回到家中 其实在看到发家的时候 大赫对于是谁救他 心里早就已经有了答案 其实真正明白 大赫心意的人 不是北村 也不是龙儿 更不是史乃迪 而是亚美 这个手拿剧本的女人 看穿了所有人的感情 他原本打算离开这所学校 重新投入模特工作 可之所以一直留下来 是因为看到了大赫受伤的样子 如果没有人发现他的心意 就必须有他来拯救 但如果他早点离开 说不定一切都能变得顺利 龙儿对亚美说的这些话 有些摸不着头脑 当他准备说些什么时 却接到妈妈 因为过度工作累倒的通知 看到妈妈疲惫的模样 龙儿只感到更加的自责 在情绪有些失控的时候 是大赫的安慰 那龙儿振作了起来 也是两人一起来到 妈妈工作的地方 代替他接下来的工作 而是龙儿那生人物性的脸蛋 根本拉不到半个客人 最后还是大赫灵机一动 拉来的亚美 利用明年效应吸引了顾客 龙儿很感谢亚美的帮忙 但也不问亚美说过 要离开学校的话 他只觉得如果亚美不在了 大家会很失望的 毕竟大家都很喜欢他 可亚美没有再过多地解释 只是留下一句 你真的是什么都不懂啊 没有明白施然力的心意 更没有感受到大赫的情感 也没有读懂自己的想法 后来情人节的那天 大赫叫上了最好的朋友 准备好自己做的巧克力 当作礼物 感谢他们在自己遇难的时候 出手相救 是北村 多归得他把自己背上山崖 不过那些难以启齿的梦话 应该没有被听到吧 北村哪里知道什么梦话 当年问心无愧的笑的时候 没听见 龙儿也大哲哈哈说不知道 唯独史乃利忍不住了 他似乎才知道大赫的梦话 说了什么 大赫龙儿是个骗子 随后说出真正将大赫救上来的是龙儿 为什么要采穿这个真相 大赫就是想要隐藏 才故意装杀 他争夺史乃利想要逃离 不过教室的大门 却被北村和亚美堵住 大赫表示 他只是想要让史乃利幸福 可史乃利的幸福 不需要别人来给 可最后大赫还是称脱了史乃利 跑出了教室 他的逃避 让在场的女生都感到了心痛 而真正留住大赫的人 不是他们 应该是龙儿才对 追上去后要怎么办 问出大赫的心意又要怎么办 所以史乃利的呼喊 龙儿也在这一刻不愿逃避 他早就在与大赫的相处中 喜欢上了他 所以 所以 他要追上大赫 在一起寻找大赫的途中 史乃利也不再逃避自己的感情 大赫在走廊中 大喊着 自己也喜欢这种儿 既然他的幸福要自己来决定 同理大赫的幸福也要自己决定 而不是因为两人是闺蜜 而互相施舍 不过大赫虽然听见了 但最终还是离开了学校 龙儿知道大赫会出现在哪里 因为他是一个注重承诺的人 所以答应好的打工就一定回来 两人约好在下班后好好谈谈 不过两人在下班的时候 却被妈妈太子发现打工的情况 妈妈自怪龙儿撒谎 紧接着大赫的妈妈也逐渐在这里 说什么都要带走大赫 两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各自的妈妈 与着手拉手一起逃走 彼此都有着受不出的苦 大赫爸爸破产了 之后大赫要跟妈妈生活 可妈妈已经有了新的家庭 他是感觉自己无法笼露 甚至还连累了妈妈 而有这个想法的不只是大赫 龙儿有时候也在想 如果没有自己 是不是妈妈的人生会过得更加精彩 误以为龙儿想不开了大赫 联邦上手阻止 却不小心将龙儿推入大桥 还好没有受伤 龙儿仰望在桥上的大赫 鼓足的勇气 说出在两个月后他就失败了 到那时 大赫就嫁给他吧 只要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都会把自己的人生 托付给大赫 大赫对此的回应 是条路桥下 用行动来回应龙儿 就要两人鼻子要说出我喜欢你时 北村就打电话来 让他们都来亚美家里 在玄关时 亚美认真地询问龙儿的心意 在全能龙儿喜欢的是纳河后 这场三角恋也终于迎来落幕 因为他从开始 就注定不能所有人都得到幸福 所有人走下来聊天 想知道两人以后的规划 他们也说出了私奔的想法 虽然认为这个做法不妥 但十年年还是拿出了自己的存责 而亚美则是拿出别墅的钥匙 北村拿出的是通用的米券 他们无条件地支持两人 等龙儿回到家里打算告别的时候 就发现妈妈太子 比他更早一步离开 作证留下了一块手表和一封信 让他去找外公外婆 想到之前跟妈妈争吵时 说出了那些伤心话语 龙儿只觉得务必懊悔 后来龙儿带着大河去外婆家 娘娘立刻守留了龙儿 大河更是谎称龙儿生病 一次八十多年没回家的妈妈太子 给骗了回来 外公外婆没有责怪太子 反正觉得他把龙儿抚养长大 很不容易 直到这时候 龙儿才知道 自己的爸爸竟是抛起妈妈的渣男 娘娘未婚先孕 后来更是跟着别的女人跑了 龙儿拿着大河逃离了画面 踩着自己妈妈的耕耘 那一幕 像其他爸爸离开的场景 不过从现在开始 他要守护好妈妈 还有大河 娘娘被外婆安排在同一房间露税 因为外婆觉得反正要结婚了 这是迟早的事 两人在月色下聊了很多 果然私奔这种事 想得简单 真要做起来 哪有那么容易 而龙儿也觉得私奔 并不是一个好结果 他其实也想获得大家的祝福 且名正言顺地跟大河结婚 这期间 要花的时间可能会很长 但果然只有这样 才会幸福 大河想要提前感受 用床单当成了婚纱 想和龙儿预演一次婚礼 当龙儿准备说出誓言 大河却打断了他 自古以来 龙与虎都是相敌并论 所以哪怕没有誓言 两人也会永远陪着彼此 当双方的嘴唇影响对方 他们坚信未来 一定是美好的 龙儿跟妈妈告别外公外婆 回家了 大河听着手机上 母亲发来的问候 原来自己一直以来 都有人关心 大河不想逃避了 他用自己的方式去爱龙儿 在留下一封信后便告别离去 次的老师宣布大河因为家庭原因 所以转校了 同学们都不相信那只老虎 为主动离开 所以纷纷到住手机 发短信询问 施纳丽根氏直接删了龙儿一巴掌 质问他为什么让大河一人离开 龙儿只回答 他也不想大河离开 但有些事情 大河必须去做 因为在去外公外婆家后 两人都清楚了家庭的重要性 大河必须要去面对自己的父母 他以前都是觉得父母可有可无 自己的爱根本得不到等下的回报 可因为他爱龙儿了 所以他希望父母也能接受他与龙儿的爱 那封信是表明自己的心意 后来龙儿一人来到大河之前组的公寓 在学生手册上 贺兰还是北村的照片 只是在这张照片的底下 还有一张他与大河的照片 紧接着龙儿就收到大河的信息 说是他还没有听到龙儿说喜欢他 而所有同学都收到大河发来的一张性供照片 天空是相连的 只要我们彼此都像星星一样 努力闪烁光芒 无论相隔多远 都能见证彼此努力的身姿 虽然有些怒骂 但这个解释是最棒的 他们还找出了生残结石的那颗星星 龙儿拿着他站在中间 所有人齐聚一堂 伴随着北村又一次模糊的样子 仿佛拍照的人就是大河一样 他一直一直都在身边 等到毕业季 所有人都有了鬼话 龙儿在窗户边看到熟悉的身影 可当奔向教室后 里面却空无一人 龙儿并没有感到失望 而就走到教室的祖物柜前 打开了他 果然大河就藏在里面 看到遭思目想的爱人 龙儿毫不犹豫地说出 我喜欢你 龙与虎不管看几遍 都觉得他是校园青春题材的天花板 男儿就未疼的剧情 但凡走向稍微偏移那么一点 完全就是NTR的剧本 毕竟如此准则 只能太满太满了 所有人物性格都刻画得如此完美 十几年过去的 可整个人却从未停滞 有人可怜史乃迪 有人替亚美打抱不平 到底跟谁才是最好的结局 其实根本就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因为大多数人的青春 或许连开口告白的胆子都没有 你或者 在说出我喜欢你后 别